請大家吐槽一下 吐槽 兩位啊 你們飛輪海裡面生活習慣 比較差的是誰 有沒有 說實話 以我們就是常常去海外宣傳的經驗 那應該是 你們這樣捷我都知道 我猜的 你想猜什麼 真的嗎 對不對 為什麼 他就比較大啦啦嘛 有一次我洗澡 我洗澡都會是洗完澡之後 如果地板很濕我就會擦乾淨 擦到乾喔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 每次都是我先洗 然後洗完我就把它擦乾 有一次我就想說好累喔 那大東先洗 我先休息一下好了 他洗完出來 我進去差點滑死 沒有一個地方是乾的 對 所以他不會 就是他用過的廁所 就像世界大戰一樣 對… 因為亞倫比較常跟大東睡 然後大東是比較大啦啦 然後我比較常跟無尊 有沒有看到 潔癖也是很誇張 你也會受惠好不好 真的嗎 所以你們就是分配一個跟髒的 所以一個跟乾淨的 我們兩個是中間職 然後一個是大東是比較髒 無尊是比較愛乾淨 然後無尊多變態 你知道他出國了 他整頭可能覺得噁心帶個墊子 或者是洗澡浴巾 帶自己的就算了 這都OK 可以理解 然後他居然的衛生紙都要帶 你知道 就是受不了 帶一盒面子 就是整盒的那一種到廁所用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覺得 無尊怎麼會帶這一盒來 然後他就害羞 還不敢講 他就說沒有 因為我看行李箱空間還很大 就順手丟進去 第一次講… 第一次OK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為什麼每次都帶那盒面子 我就覺得有研究嗎 他就說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衛生紙 他才舒服 無尊簡單是把他的家裡搬到國外去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好奇 隨便翻他的心理箱 就翻出一支很大 對不對 你的手電 他在手電什麼樣子 火災是不是 翻面是沒有緊急照明嗎 是不是 問來人的生活習慣跟我們不太一樣 非常地奇怪 你解釋 來…順便把我料好 好… 每次都說什麼飛輪海誰最好色 然後每次都選什麼陳奕如 我真的快要做什麼樣子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好色之類 我告訴你 那只是我笑咪咪的看起來比較愛你 沒有…說到這個笑容 你笑 你對著鏡頭笑 還要來著招 要…就是笑 是不是色咪咪 對 是不是色咪咪 對吧 沒有 好 我看起來色咪咪 但是有人直接是色咪咪 我告訴你 有一天我跟無尊睡覺 然後他居然說夢話 他說夢話 他只講一句話 他講了一句話 小姐 你一個人 真的 我有說真的 我會說洗完澡出來很晚 他已經睡著了 然後他就說小姐你一個人嗎 我以為他悶在就是電話裡面講 他悶在那邊講電話 結果一翻就沒電話 他居然講這句台詞 那你覺得那是什麼樣的情境 什麼樣的夢境 對不起啊 無尊 爆料…第一次爆到 我知道他可能是當待會兒 小姐你一個人嗎 我幫你代位這樣 對… 結果那天晚上我睡覺 就一直就是面對他 不敢背對 爆到 一直爆 對… 怕會有不小心失手 對啊 他每次都說 怎麼怕我爬到他床上 明明就是他 除了無尊呢 還有誰 有一次顏雅倫跟汪東城回去 太累 兩個都沒吸藏 兩個都沒洗澡 一整天 而且是在新加坡很熱的那種國家 新加坡可以一天沒洗澡 要洗兩次都OK的 因為這麼熱你們可以接受 沒有 那一次有 又熱又悶的 所以是在下大雨淋完乾淨就OK 沒有 我們就是沒有淋到雨 就是那天的空氣不會這麼的悶熱 然後我們回到飯店就真的太累 然後倒著 我看完會兒睡著啦 那我也來睡一下 睡… 你們想要兩個人 整天都五點爬起來洗澡 凌晨五點爬起來洗澡 一起洗 剛剛是輪流啊 嚇一跳 感情好成這樣 夠了 夠了 接下來要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轉把表演班 轉把表演班 簡單來說 快點 閃 比 帶